農曆过年快要到了 欢迎老师教大家用简单的材料 组合一盆福气又好看的兰花盆栽 让家里充满喜气 我们渔池农会为了推展在地的一个农特产 因为我们渔池的特产是三宝 红茶香菇兰花草 那我们为了推展我们在地的果兰 就是兰花草的部分 所以我们特别主办这个组合盆栽 让我们在地的渔池香棉来到我们农会 将各种的盆栽和小盆栽 组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盆栽 让农民可以带回家放在家里面 因为我们今年是农年 也让藉由这个机会 抑郁说我们农会将福气 送回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更重要的是让所有家庭能够感受到 我们在地的农特产跟家庭的连结 让他们看到这个盆栽 就可以想到我们渔池的兰花草 渔池香农会举办农年迎春插花体验活动 吸引满场的妇女朋友来参加 他们对于农会的用心也非常的肯定 不错 很棒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他有他的美的地方 我们蜡梁风农会已经连接办 你六七年我们组合盆栽 那想要办你组合盆栽 我们希望让农业加上我们的体验 可以为我们的产业加值 让我们在地的农村妇女 家庭班的大姐 可以知道我们来的蜡梁风有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灰 可以结合不一样的头衣 不一样的装饰品 让农业再加值 让我们的农业的产值更加的提升 然后让我们家庭班的这些大姐们 更加的认识农会 一位王秋叔感谢农会推广在地产业的用心 聘请专业的老师前来教导学员们组合盆栽 以及推广在地的兰花产业 以祝福乡亲新年快乐 我们过年就要搞了 所以我们的蜡梁风浪会 明镜年都会来基盘组合盆栽的活动 因为我们每年的组合盆栽的会 都是用到我们当地的一个农特产之一 就是我们的蓝会来组合 因为刚刚运进到我们过年的时候 家庭来添加了组合盆栽 看到我们水水的蓝会 可以迎接到新的一年的到来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鱼池香农会巡回全乡四个地点 举办农年迎春插花体验活动 除了祝福大家新年春愉快以外 也推销鱼池香的兰花产业 记者邱平易 鱼池采访报导